好难忘 可能自己坐在凳子上也是脚步脚地 真是 那时候我再看报文 欣赏一下周深 这些年的灵魂挂作吧 奔跑吧第十二季终于正式官宣了 常驻嘉宾阵容有周深 郑凯 李晨 白鹿 沙翼 张真远 范澄澄 宋宇齐真的太期待了 将于3月28日到30日在广西南宁录制 又可以每周见到周深了 平平无奇的综艺小天才周深可爱又有趣 综艺感十足 有周深在的地方就有欢乐还有好看的造型 每一次录制奔跑吧路透都可以看到周深元气满满 努力挥手打招呼回应粉丝 上一季的周深拼搏努力 极之有趣让人十分喜爱 还有录制期间正值周深新专辑也将要发布 可以期待在奔跑吧中听到他唱新专辑的歌吗 那真是双出狂喜了 期待新一季的周深 期待奔跑吧兄弟团带来更多惊喜 声歌会是有个声担当的 也深藏不到 说不定他这一季的卧底 我都怀疑怀疑了 现在画深深 深深 你真好画 万事先画一个圆 坐着多站的多 坐着 好难画 好的 自己坐在凳子上也是脚不脚垫的 我真是 看得出我再看爆完 网上有一段来自康师傅直播间工作人员的Rimpo 深深特别nice 特别礼貌 从进大楼到后场再到进直播间 一直挥手和大家打招呼 彩排的时候进直播间给所有工作人员鞠躬 谁家的代言人这么有爱啊 直播过程中好多梗都是原本脚本上没有的 周深特别会 几度看直播看得我们都兴奋的叫出来 这大半个月 假班都值了 特别特别特别好的代言人 为生命们感到光荣 是的 周深太好了 谁接触他都会被感动到 与他合作过的工作人员都能感受到他的真诚和尊重 并得到快乐 假班干活都觉得值了 激动心情按耐不住 其实他一直都是这么好 只不过一节不红 现在红了还是一样保持谦逊 是刻在骨子里的 真的很难得 哇 哇 周深形象良好 实力精湛 业务精湛 歌曲和舞台邀约特别多 曾一度被称为周八哥 劳魔 每年发几十首新歌 几十台重大晚会 还有常驻S加级别的殷宗 这些邀约既是他作为歌手业务能力和商业价值的体现 因为他不断积累了人气 国民度和美誉度 比如一场大湾区电影音乐会 就让周深微信指数破亿成为常态化 两次央视春晚黄金时段独唱微信指数都直破三亿 周深唱歌好 唱歌好听 谦逊有礼 可爱有趣 早已深入人心 作为歌手 周深作品数量多 质量高 热度大 也是他的优势 截至目前 周深已经发表了200多首原创歌曲 歌曲在各音乐视频平台都有极高的播放量 和收藏量 近QQ音乐单平台 周深就有40首歌破百万 收藏两首破2000万收藏 大于灯火里的中国等歌曲已经火到海外 当一个歌手积累了足够的国民度 爆款歌曲和国民歌曲 未来的道路会越走越宽 越走越光明 周深就是如此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人过着猫台 老人过着猫台 你在摇一里 蜷缩在他怀里 有只小猫咪 下的船 求的雨 一念給年 一念一念 融在他的秋 蜷缩里 什么让世界常涌出个奇迹 人们像在外物温柔着相依 每当我对生活冒出现怀疑 这些可爱的画面就显出了意义 这个世界怎么会没有奇迹 因为相爱接应的心也柔软无比 每当生活让我失去了温暖 那些动人的画面就滴来了滚烫的气息 可以了沈沈,你真的要把他喝完了 但我觉得这个命运真的很好 吃完不会觉得有压力 太胀肚 对,好了可以 我们吃完了,这会口了 我先说的,你还没吃完吗 那我来讲一下下一轮的福利好了 这一轮的福利我们会给大家送出的 也是亲签哦 我们这样再给大家亲签三把 好不好 再签三把扇子 所以你要辛苦签一下 把我们的康师傅老母鸡 人生鸡汤面先放在里面 我先把扇子拿过来吧 完全来不知 时间就让棉花里的水 几几 总是有的 让我们深深吃口面的时间还是有的 马上不会给大家来签这个 所以大家想要的话 嗯,嗯,嗯,算了 那正好辛苦大家帮我们点个关注 好吗 让深深吃口面 左上角点一下我们康师傅的 这个抖音直播间点关注 然后一会儿我们会把这个 亲签的扇子放到福袋里 所以点了关注的宝宝 哇,好满足 满足 不浪费,刚好穿 哎,感觉剩下这个汤 还可以再泡点米饭 我真的是饿了 泡点生米 来,我们让先生帮我们再签三把扇子 完美人生 嗯 签完之后我们会把它放到福袋里面 然后同样给大家